哈喽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车主分享的时段 那借我请来一位大人物 他是传说中这个 Mazda 催与水站的管理员 Samuel 嗨 大家好 我是 Samuel So Samuel 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开的是什么车 我开着的是 Mazda 3 2014 年的啦 就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有 6 到 7 年之间了 就是第一帮日本进口的 Mazda 3 Skyactiv CBU 那一款啦 对 CBU 的 OK 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你会选这一台车 当初我选这辆车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 嗯 怎么说呢 一开始其实没什么去注意 因为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 Mazda 的二手车架比较不好啊 还有就是它的那一个车的零件很难找啊 还有维修费都很贵等等的原因 所以令到我没有什么去注意 可是有一天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就去看到 有人在开这台车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车的外形很特别 所以我就觉得 诶 这个到底是什么车呢 我就去看它的车 哦 它是一个 Mazda 车 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它是 Mazda 3 因为对 Mazda 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啦 那时候 所以过后我就有去 Mazda 去看 就看了这个 Mazda 3 然后我就觉得 它给的东西都很实惠啦 在那时候我有看的是 呃 那个 Civic 啦 Civic 的第十就是 还没出这个 Civic Turbo 之前的上一代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 K3 那个 K3 对 K3 然后还有这一台 所以这三台车 我都有去试驾啦 那时候坦白说的那个 Civic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外表也比较旧一些 Civic FB 对 FB 对 就是比较老款的 就感觉上 它的感觉上给我比较 设计比较没那么前卫啦 比较稍微过时一点啦 对对对对 比较过时一点 过后就有看到这个 K3 然后就是在看这个 Mazda 3 在这两架比较之间 我到最后还是选择了 属人家所谓口中的冷门车 Mazda 3 所以买了回去过后呢 也 有一段时间也蛮后悔的 因为全部人都在那边洗脑 说为什么你要花钱 去买一个 冷门车 然后又很难找 那个 Spare Part 的 这这一部车咯 嗯 所以过后我就觉得 我买了就 就没有去想那么多了 就再继续开咯 可是慢慢就是开始 开了这台车的时候 却发现到它不是 人家所讲的这样 很多问题啊 然后 零件很难找啊 还有等等这些咯 那 Samuel 你和你这台马三啊 相处了那么多年啊 你觉得它带给你的这个 感觉是如何 它的表现 你觉得怎样 就从我开这台车之后 它 我一开始我会觉得 它会和普通日本车一样 都是比较 飘浮的 就是当那时候去 Testrive 的时候 都没有可以给你 跑到多么高速嘛 就可能大概是100以内 所以我Testrive 那时候 坦白讲也没什么感觉啦 可是当我自己真正把这台车 开到去那一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我就其实 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那一个稳定感 是和 其他的日本车 比较不同一些 它比较稳 啊 可能是因为它Multi Link 的关系 就是它的Tasis 的设计的关系 还有他们讲究的那一个 人马一体啦 的驾驶感觉 就那时候买的时候 其实 那个Sewsman 也没有跟我讲太多 关于这些东西 啊 其实 都是自己去体验回来 就总体来说 如果你拿分数来比较的话 这台车的 速度 可能我会给一个 7分左右啦 如果是运动感的话 就大概有8分到9分 当然不能跟那种 Continental 车的比啦 就是国外车 欧系车那种 当然是不同的层次的 如果是讲 在日本车的话来讲 我觉得它是处于在 第一名的吧 就那个价钱我觉得是蛮 蛮实惠的 我这里有点好奇啦 你之前有开过什么车吗 口有点干 凡购买4条 YKIG 还有DOWNLOAD的UHP轮胎的话 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一个 如果是买Continental的UHP 可以买两条配货的这一个 买4条的话 索取方式很简单 只需要3个简单的步骤 促销器有限 正品送完为止 之前都有开过 WR 哦 第一架车其实就是国产车啦 这个是每个年轻人 第一架车一定是国产车 有开过WR 哦 然后有开过 Honda Accord也有开过 然后Vios都有开过 当然这一个车是 在日本车里面我是最喜欢的 开到最满意的车 就是跟其他比起来 之前也是开WR 可是 就是它的维修费方面都比较高 WR 哪一款 那个POLO 都有 POLO 哦 POLO 都有 然后GTI也是有开过 GTI 因为那个时候是 机研巧克之后就是买到这台车 可是坦白讲是蛮失望的啦 到头来就是很快就卖掉 然后之后才 在被迫之下就是买了这台马自达3 所以我后来就 觉得可能会再行 它的速度那方面当然是不能够比较啦 毕竟一个是Turbo 嘛 一个是NA 所以也没去要求那么多 可是在它的稳定感来说 我觉得 跟我之前开得起来的那一个分别是有一定 可是不至于到你会很失望 就是感觉到这辆车完全是不能用的那一种感觉 那 Samuel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本身有喜欢这台车什么地方吗 你觉得它有什么优点 优点的话首先是 在我还没改装之前啦 我就是它真的是的确是很省油啦 就是在它 这个Sky Active Engine 之下了 在CG Drive 里面大概都有可以跑到一个500多 一公里 包括塞车啦那时候 这个是还没改装之前啦 改装转 改装转就是很自由啦 那你刚才讲它是满缸500多公里 对 满缸500多公里 大概是多少Litre 呃 53L 左右吧 诶 OK 哦 蛮省一下的啦 以1.2.0 来讲 对 所以动力方面来说 它也给满足到我就是CG Drive 啦 如果你说是 要充斥那种它就没有啦 毕竟是一个自然吸气引擎的车 所以我也没有对它多大的要求啦 嗯 所以还有就是说优点 还有它的操控性能啦 嗯 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糟糕啦 嗯 就是 其实坦白讲 对于日本是它可以做到这个 Handling 呢 就是过弯性能 我就觉得是蛮很不错啦 最起码我就是每过一个玩偶都很有信心 就知道它的那一个Limit 是到哪里 嗯 如果还有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它的外形吧 嗯 其实我一开始会看这辆车也是因为它的外形 还有设计还有它的那个车的曲线 嗯 弄到我很想要去 诶 这台车 很 eye-catchy 就是说我会一直想要去看它 就包括到现在我驾了这么久 我关了车门我还是会回头看它一下的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它的设计嘛 就好像邻居朋友都会看到 哇你的车都改到蛮好看的 就是他们都已经是五六十岁啦 或者是多岁uncle都会觉得蛮漂亮的这台车 都会问 其实在玩车江湖上就有那么一句话啦 如果你买的这台车啊 你下车了过后你还会往后看多一眼啊 那你就是买对车 嗯 对 对对对 那接下来就谈谈缺点啦 你觉得这台车有什么缺点吗 这台车的缺点啊 一定是有的啦 每一架车都有缺点啦 嗯 它的缺点就是 它的在我那一款的隔音呢 是真的会稍微比较不好一点 就是你跑到大概是百二百三 它就已经开始 就是80可能80以上就开始 那dia的噪音就会有了 嗯 然后就会造成到你有时候讲话什么都要提高自己的声量啦 嗯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 还有就是它的车脚呢 刚买车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烦一样东西就是 车脚会有很多奇怪的声音啦 哦是啊 那时候就是在我们的group 出名叫做 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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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因为它就是一跑到 不平的路或者是过盾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那种 NiG NiG 这样子的声音 雜音啊 对就是你会很不舒服听到就是 这个车怎么会这样有这样子的声音 所以包括了Claim了多少次那个声音到最后还是倒回来的 嗯 都是还会有这个杂音哦 所以到最后是没有算是没有解决到吗还是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哦 ok 因为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club嘛 嗯 就那个club其实全部members都换了都是讲这个问题还是会倒回来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啦 嗯 可能我也不能讲全部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可能10架里面可能8架都会有 那两架就是幸存了 嗯嗯嗯嗯嗯嗯 然后 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它的里面可能一些零零碎碎的声音咯 嗯嗯 这个当然是每一架车也是都会有的啦 但如果你说到缺点 暂时是想到这样咯 还有就是可能 有些人讲空间小 Mazda 的车空间小的话咯 嗯这个我会说它的确是比较小啦 可能你再坐一个4个人就觉得很满了 增加车 可是对我来讲说我比较经常就是一个人开车 不然就在我的女朋友还有我的一个小孩 我家人自己都有车啦 So 我觉得对我来讲问题并不大 所以很个人啦 对就看你自己看你自己的需求在哪里啦 嗯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谈保养的部分啦 So Samuel 我想问你的是这一台车 保养方面呢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你的车还是在原厂保养还是是已经在外面做了 呃我的车已经是从那个 Service Volanty 1 没有了过后我就已经是在外面Service 了啦 嗯嗯嗯 OK那其实是蛮好的啦 因为我就想问你对这一方面啦 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其实很多人认为就是Mazda 的车哦 就是外面很难找到这一个Spaired Part 或者是找到它的零件或者是非常贵 其实基本上来说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啦 其实这台车也没有说非常难照顾 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日本车 然后它也是一个NA车 就是自然吸气引擎的车啦 所以基本上我做的这个维修方面保养呢 都是很普通的那一个去保养 就是可能换一下黑油啊 换一下它的那个压箱油啊 还有就是它的这一个 brake 油啊 就是这些油油水水 然后还有些消耗瓶啦 就是每一架车都必须要做的东西 如果你说到车的零件来说呢 我坏过的就只有那个Lower Arm 咯 Lower Arm Bush 咯 这种比较属于贴眼月的东西 算是消耗瓶啦 就是时间到了也是刚好就要做的 对毕竟我的车也跑了差不多一个20万了 20万? 对也是跑一个20万 基本上如果你说引擎方面真的是没有坏过啦 没有任何问题啦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它没有试错让我一次就是 我要把我的车停在旁边等人来救命 是没有试过这样的问题嘛 那零件方面的这个availability 就是容易涨吗 其实是蛮容易的 其实你现在在现在的市场来说 你去到任何一间店他们都可以拿到货 不需要去等太久 可能要等大概也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通常你说它维修的 可能Lover Arm 这种其实真的是哪里都可以找到的 只是很多人就是冷门车零件难找 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这样的 我也相信很多车主都认同我讲的讲法 因为毕竟我们都开了那么久都没有什么去特别去complain 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零件的这个价钱费用方面 如果你说费用方面对我来说 和我问过我朋友的Civic 啊 他们其实零件我们有一些还比他们还要便宜一点 这个是我所了解到的啦 如果你是说我的车来讲 Lover Arm 大概一套也才千多块而已 不到千五块 一套 对 这个就是可能我的方法找到啦 如果你说到他们Civic 的 我有听朋友说是大概千六块左右啦 所以我就拿这个来做比较 我们是省了大概一个四百块 如果是黑油那方面来说呢 就是机油啊 看你是拿Fully Synthetic 还是Semi 咯 好像我本身也是用着一个牌子咯 它的价钱也是大概两百多 五个Litre 所以我觉得是蛮实惠啦 还有它的Filter 也才原装的也才一个三十多块 我觉得都 这样都很ok啊 就是一般日式品牌的这个价钱 还蛮affordable 的啦 就是加了这个Mazda 就是觉得其实东西并不是那么贵 所以也没有说特别难找还是什么啦 可能以前Mazda 3 喜欢就是说这台车是很难找 可是基本上他们没有开过这一台车 他们没去了解过 所以他们就是我都是听人家说的 这一句话咯 那Semi 其实你这一款Mazda 3 啊 目前是蛮多人都在找着这个二手的 这一代的这个Mazda 3 啦 那你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如果说 Let's say 我要入手一辆二手的这个Mazda 3 我需要注意什么吗 那这台车有什么通病吗 这台车的通病就好像看来我有提到的一个就是 车脚温的声音咯 这个声音是如果真的是你那一台有这样攻击你啦 你就必须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注意一下咯 如果你说这个通病的话呢 它有得解决的方案的 就是你把整个chassis都换掉 就是它的这个Asober 啦 它的这个Asober 换掉啦 所以你换掉了过后 它就没有这个声音了啦 因为它其实就是它那个Embush在作怪啦 还有那个Stopper 可能就是互相撞击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 还有就是看来我有提到的室内的那个声音 就是可能那个挡风镜前面的 还有后面的都会有一点点的异响啦 嗯 这些都是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案咯 有些人就是说可能放了一些 那个forming 啊 棉花这样子类似的东西 塞一些棉啊 对对对塞进去的话就可能可以解决到 可是也不是很长久啦 可能到后面那个form又开始没有 就是开始暖化了 因为长期by 在车里面嘛 就可能被消耗掉还是什么 嗯 那个声音又会倒回来咯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电池可能就只可以用一个 一年半左右啦 嗯 这个也是蛮出名的 嗯 这个也是对 它的I-Stop 的关系是不是 对它的I-Stop 咯 可是没办法啦 世界需要这个I-Stop 嘛 因为环保意识嘛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我是一上车我就把它关掉啦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消耗我的 battery 所以毕竟我也不觉得有可以省得了多少油 嗯 所以我就是一上车就把它关掉咯 那这台车有没有像那天我们访问5格的那个CX-5那样 就是可以通过电脑来disable这个I-Stop 的功能 是可以的 是的确是有这个功能咯 因为这个其实在国内呢 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马三 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嗯 只不过是来到这里很多东西都被砍掉 嗯 所以变到它是从一个高性能车 就变成一个可能中性能车这样 嗯 因为我买的那时候也只是两个款 一个是低版一个是高锐版 嗯 所以我买它是高锐版 可能它里面就多一点东西 嗯 可是其实它里面的那一个ECU呢 它还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unlock的 去解除封印啦 对解除封印 可是其实是 要找人装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因为它也不会去work你的warranty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因为它是基本上已经是存在在里面了 你只是要 兜一个电脑下去 把它解封 它所有的那一些都会跑出来 所以我只是需要去买那个模组 就是那个模组 然后加上去 然后再用电脑来unlock 它它就可以function了 是不是 因为我听说Mazda的车都是这样改 还蛮方便的 对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想像说 你需要做很多东西 花很多钱去改 可能你就是需要去 找一个专业的师傅 去把它里面的东西 unlock 你就可以用到它里面很多features 嗯 那想要买这台马山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这样做啦 哈哈哈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amuel哥它的车 其实是改到蛮漂亮一下的 很shut一下 那可以和大家聊一下你的这个改装旅程吧 改装旅程首先第一点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给学费 所谓的给学费是什么 用多一点钱去装多一点板 然后你就会学到你的东西 哈哈哈 没有啦你都可以请教一些 改车的朋友啊 他们都会比较了解啦 嗯 所以这辆车基本上 NA车也没有什么特别多东西可以去改啦 因为毕竟一个自然吸气引擎的车 讲究的都是进气跟排气啦 排气 对 如果你说加上它是auto 的来讲 其实你改的空间不大啦 嗯 就是可能排气管啦 中骨为毒为断跟你的 那一个header啦 我们所谓的12亿厨啊这种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改的东西就是有排气管咯 然后还有那个卡钳咯 就是所谓的鲍鱼 大鲍鱼 对大鲍鱼都有用这一个 4 port 的啦 嗯 就是都目前来讲是蛮够用的啦 嗯 因为对一个150匹马力不到的车 我觉得是很够用咯 还有接下来就是它的脚压避震咯 我都也是有换 嗯 这个一换了下去过后 我的那一个 看来上面有提到的 就是我喵喵喵的声音是完全是没有了啦 就完美解决 完美解决 可是你相对的你也会听到另外一些声音 就是它的那个adjustable的声音啦 哈哈哈 啊不过当然是 啊 变了一个操控感更加 呃 强的一个状况下你会feel到 物有所值啦 那声音对你来讲已经是不重要了 嗯 前前后后也花了差不多5年时间 才把这个车去改到真正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哇嘿 哇5年了 对啊 因为都是一直去请教人嘛 因为资金有限嘛 嗯 所以不可能一直去换新的东西去试 所以就把 尝试不同 用最低的成本去改出最好的效率了 嗯 嗯 然后还有 里面有玩一些 我的 那个 电子 电子转速表 嗯 还有就是我的那个方向盘 我也是改成 就是有换成这个电子 对很漂亮 我看到那个方向盘 哈哈哈 还有carbon fiber 因为也是有一个朋友 他每天放读给我啦 那一个朋友是我认识的嘛 对啊 他是我们马三界的大神 哈哈哈 所以他也给了我很多意见 所以他就是有跟着他的脚步 渐渐我也喜欢改了这一些 灯 这些事件的 对对 这些事件的东西 嗯 改了之后就觉得这台车还可以再继续跑 所以就不知不觉也开了 7年之久了 也跑了一个20万 嗯 这台车也有去过 下过南马 去过北马 也有去过泰国 所以才会到这一个20万的连速 对对对 哇那我觉得你对这台车 应该是感情是蛮深厚了 是很说话 你叫我卖 坦白讲 真的是卖不下手了 因为会很伤心 哈哈哈 那这时候就只好用一招 就是留给孩子用 啊 也把他留住了 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再改叻 对对 可能接下来就是要换心脏了 哈哈哈 换心脏的话是什么计划 嗯 那个啊不可以说的秘密 这样神秘啊 对对对 十分满分的话你会给多少分 你问我本人我一定是讲十分啊 哈哈哈 如果是大众的角度来说客观一点的话呢 我的给分是大概是7分 7分半吧 嗯 如果你说满分 暂时就不可能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啦 嗯 可能就是一半是可能 价钱方面 嗯 还有就是他的 呃动力方面 就是对我的这台车来说啦 是其实是比较不够啦 嗯 然后 还有种种的 原因 就等大家自己去摸索啦 哈哈哈 这样我一定要问 一定要问下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嗯 你对这些想要入手Mazda的朋友们啊 有什么话要说吗 有什么话要说啊 一起来上车吧 哈哈哈 啊 没有啦 就可能你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 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台车很难维修 其实是不会啦 你们如果真的是很喜欢这台车 我就跟你说 可以买吧 嗯 就赶赶去吧 如果你是买一个二手的车来说呢 我是觉得非常划算啊 因为如果你现在买的行情 价钱大概是一个 6万到7万左右 如果是14、15年的话 然后还有就是 16跟17年的车 你们都可以不用太担心 因为 这台车坦白说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嗯 因为它的普通维修那些都很便宜 不会说特别的贵 对 然后零件又容易找 对 所以不用担心说问题多 找不到零件是完全没有这一回事啦 嗯 Termas 在这方面也是做到蛮好的 这一方面你有什么意见吗 嗯 这一方面来说就是 我觉得这一次的6年 嗯 保家计划跟一个 Free Service 到120,000 6年呢 我都觉得是蛮实惠的 其实基本上来讲 可能就是保养费 你完全是不用去理会 省蛮多的啦 对 是省蛮多的 而且它就算是 但是坦白说它的车也不难找零件啦 嗯 暂时来讲都还OK 嗯 而且这台车的问题也不多 可能就是 有些人会把小的问题放大 嗯 就可能比如说它的杂音啊 这种当然 可能你对它的要求特别有要求 是正常的 因为消费者嘛 对东西都是特别有要求 如果是说SOHO服务 Permat那边来说 那一个时候 可能就比较啊 钢星啦 它的那个Bermat的话 所以到现在来说 我也看到它们慢慢都在进步中 包括它们的售后服务啊 还有我们等等它们那些 零件都蛮充足的货源 都可以很快就有消息啦 不像以前这样 可能我们要等上一个月 嗯 以前啦 现在已经是 没有这样的问题啦 暂时啦 因为其实坦白讲 我们现在慢慢都可以看到 Mazda 的收量 已经是开始在 真的是一直在成长 对对对 路上的零件都蛮高的 对 特别是本土最出名的 CX5 咯 还有CX30 有收到消息说 它们上个月也是 registered 了 差不多130多架 包括CX5 的话 是不用看了啦 它们是非常的多的 因为 其实SUV 在本土 是特别受欢迎啦 对 CX5 也是其中一个 性价比蛮高的一个车款 对 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会慢慢接受到 这个Mazda 车款 也是因为它们的造型咯 还有就是它们其实也是对很多新的车主 也是对着这个Mazda 有一个好奇心态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人去买这台车 其实你不需要好奇 你只要加入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Mazda 车主都会那么去维护 他们的这个汽车牌子 当然你在外面可能也听到很多人说 Mazda 不好啊 还是什么等等的东西 其实你不需要太去在乎 只要你喜欢这一款车 如果是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话 我相信 你就敢敢去买咯 因为毕竟那个钱是你的 嘴巴是人家的 我们也不能去管那么多 我本身是觉得Mazda 的车在驾驶乐趣方面 真的是给到我啊 就我开着它 它不需要快 可是它就可以给到我那种主感 就是开起来很开心的感觉 对 有些人就是可能开车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代步 可能就是我们打个比如 就是可能一个A到B点 我只是要一个开车去这边罢了嘛 这样对我来说呢 在这个A到B点 这里面的那个程序你是怎么去走 这个过程是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最起码我开这个Mazda 我不觉得开着这辆车是很无聊 它不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啦 当然期间我也 也非常就是看来我也提到了 很欣赏它的操控性能 还有就是它给我的那个安全感 其实很多人没有了解到 就是Mazda 在这个安全那方面 也是下注了很足够的功夫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Automachic 之前有提到的 这一些种种的安全性能 对这个Mazda 3 的评估 或者你们自己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为什么CX30 它会在这个iSS里面拿到这么高分 并不是说嘴巴讲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这些都是他们有真的是花钱 去做的这些安全性能 其实很多人都还没了解到 所以为什么它Mazda 的车价钱会特别偏高 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 有它的理由啦 对都有它的理由啦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喜欢它这个牌子 就可能为 就是当我去了解它这个牌子的时候 我甚至到会去看它以前做过什么啊 去了解它是怎样起家 还有就是它当年为什么会跟这个Footer 就是Ford 和做的时候 种种的东西啦 所以当我了解到他们对这个汽车的信念呢 还有他们所坚持的这些信念跟原则来说 我都觉得它蛮吸引我 因为它可能就是 它不只是一台车 不只是一个制造车 它也是有它的坚持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啦 就是要坚持才有一片蓝天嘛 所以我也觉得它就是坚持到它的这个蓝天技术 Sky Active 出来了 用靠着这个引擎来说它也得过一些奖项啦 这些奖项大家都可以去上网看看咯 包括它的Sky Active X 的引擎 虽然是在这里还没有有啦 可是在外国它的评估也是蛮高的 如果是价钱可能偏高了一些 所以来到本土了呢 所以人家会觉得 我用这样的钱去买一个Mazda 不然我去买一个宝马跟马赛地 其实这个我刚才也是忘了提到说 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想 我为什么要花一个现在的价钱就是 马上是165,000 了 160,000 了 Free Tax 了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花一个160,000 去买一个Mazda 2.0 140 匹不到的车 On View 啊 On View 啊 不是On Paper 啊 我打不如去买一些BMW 啊 来说 其实这个观点来说呢 我的人是比较说 我比较 Apple to Apple 啦 苹果对苹果 我不会说是拿一个旧车 2015年 2014年的车的价钱去跟这个新车比 我是觉得这样子很不公平啦 这样当你可以拿到一个百八千的时候 200,000 这样你要怎样比 不能比 比的比去比不完啊 为什么我们就不要拿新车来比 OK 如果你是说新车来说 可能它的对手就是Civic 啦 可是很多人会错语 其实它真正的对手 它不是在Target在Civic 啦 它是Target在Wordstragon 那个 range 的 可是Mazda 我也重申一下 很多人就是网上看到说 Mazda 一直想要去Overtake 这个BMW 其实Mazda 是根本没有这样想过的 他们一路走来都是凭着自己的原则 跟信念去走 他们也没有说太多要去打难一个车厂 因为他们就是说 对Mazda 来说呢 有缘的人会买我们的车 就是喜欢我们的车的人会一直都很喜欢我们的车 这个其实坦白说 Mazda 车主都会有这种感觉 真的 真的 所以就是当有时候我们做一些聚会 就是Mazda 吹雪站 大家下雨天都会跑出来 就是其实蛮出乎意料的那一天 那天我去了的时候我真的是蛮感动的 我就看到哇现场明明是下很大的雨 可是还是有人走出来 然后那个车是多到 我整个是真的这个吓到 这一点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团结 对 原本就是一开始以为不会很多人了 可是我一看好像越来越不对了 就是CSY 本身就都有差不多整70-80台左右了 都很团结 后来陆续来的时候马上 就越来也是越来越多 包括新款跟旧款跟第一代 还有MPS 都有来 然后到后面呢 连那个RX8 也是有来 就是大概是4台左右了 就觉得大家下雨天都这么给脸 就是觉得很欣慰 然后其实大家的目的也没有说是特别的什么 就是大家出来聚一聚交流一下 拍张照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很白痴啦 因为下雨天还要淋雨 有些人是说很白痴 可是对我来说这种是一种热情啦 对热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东西 毕竟Mazda 的这种聚会 我也做过不少啦 其实每一次都蛮开心的 对我来说本身是一种 怎么说呢 目标达成的感觉啦 成就感 其实做这种东西是没有钱拿的 可是就是为什么希望可以 把大家都带起来 就是给人家知道我们 其实Mazda 车主也是很爱车的 我们虽然是喜欢Mazda 当然我们也接受各界的车啦 口有点干 嗯 凡购买4条 Viking 还有download的UHP轮胎的话 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 如果是买continental的UHP 买2条可以获得这个 买4条的话 哇 锁取方式很简单 只需要3个简单的步骤 促销器有限 赠品送完为止 我之前也有办过一个就是 Civic 跟Mazda 3 一起做的 嗯 这些我 大家也是很开心 都有一点交流啊 对 就很多人说Civic 跟Mazda 3 是不可能可以做朋友的 可是我打破了这一个 诅咒啦 因为我不想就是人家说 Mazda 有Mazda 玩 Civic 有Civic 玩 其实也不是这样说的 对 我觉得这个Mazda 魂也好 本田魂也好 大家都是朋友啦 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玩车文化 对对对 所以说到有些人就是说 很喜欢就是特别去攻击啊 拿车来做比较 其实 玩车的人是不可能会一直去比较 只要你真心喜欢玩车 你不会去诋毁任何的牌子啦 对 因为 你诋毁对方 对方来收回你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又不开心 其实 合并啊 没有必要 那在这里我也是希望 你们的这个Mazda 的社群 就是这个车油群 可以越来越茁壮成长 目前我看到是真的是很 很强大一下 强大也不会说也是因为有大家 才有今天这个Mazda 吹水战 也是真的是很感谢各位 都很愿意去出席任何我们一些活动啦 现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病毒嘛 我们也不能太过做得太多密 所以很多的planning 都已经是开始渐渐推掉选战时啦 所以如果你是说要等到有一些聚会 当然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Mazda 吹水战啦 不管你开什么车你都可以来咯 你可以先来看看大家的 为什么对这个牌子这么热情 不是没有理由的啦 真的真的 一方面我觉得你的号召力也是很强大 你的那个passion 真的是有在 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你 不客气别人 很厉害 也是因为给脸啦 大家都给脸啦 当然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到我的处事方法咯 还有就是我说话的方式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值 当然可能大家也接受到 所以就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一个车友 也从车友变成了一般好朋友 所以也因为这台车我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啊 跟一些好朋友 所以就觉得跟这个牌子非常有缘分啦 就是因为可能它的关系 带我认识到很多不同 包括我现在的女朋友啦 也是因为这个车才认识到他 是啊 对对对 所以 一切都是缘分啦 一切都是缘分啦 对对对 那我相信你肯定是没有后悔 入手这台马上咯 让你有这样多故事 从来是没有啦 因为对我来说它不只是我的车啦 我也把它当成就是 可能就是我一个兄弟这样 但是他不会说话啦 爱人爱人 可能就是说就是 他可以把我安全送到每一个目的地 都没有出过问题什么 我都觉得很欣慰 嗯 哇 讲到非常好 Samuel哥 那我在这里 我觉得也是时候到这个节目的尾声啦 在这里也要感谢Samuel 来上我们这个节目 和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 那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个Mazda3 还有什么疑问还是什么问题吗 又或者是你是Mazda3 或者是Mazda的车主的话 你有故事想要分享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交流 那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 如果你对这个Mazda有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参与这个Mazda吹水战 那边也是蛮热闹的 嗯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明 他是Samuel 我们下一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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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